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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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 约瑟给法老所解的梦 上一次我们看到法老做了两个梦 这两个梦他说 一个是很好很胖的穗子 被很瘦的穗子吃掉了 另外一个梦是很胖很肥的牛 被很瘦的牛吃掉了 那在二十一节 创世纪四十一章二十一节说 这个瘦母牛把肥母牛吃掉了以后呢 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 人就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 他在跟约瑟讲我做梦了 我梦见瘦的吃了肥的 然后瘦的吃完了以后还是一样的瘦 牛吃牛恐怕就会把人吓醒了 然后吃完了以后还是一样瘦 恐怕是更可怕的事 各位小姐们当然会觉得 吃了那么多肥东西还能够很瘦 那是好消息 不过如果就实际来讲 牛吃牛已经可怕了 牛吃了牛以后还是那么瘦 那就更可怕 所以法老呢是醒过来了 我想是吓醒了 下面呢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 长了七个穗子 又饱满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 枯搞细弱被东风吹焦了 各位这个法老所做的梦 实在有点像这个 High Definition TV 很细很清楚 我都很难想象 你在梦中还可以看到 那个牛是母牛还是公牛 还能看到那是麦子还是稻子 还能看到那有七个穗子 还能看到它形容的是 饱满加美 非常的好 那在原来叙述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只有说 饱满的 肥大的穗子 现在还说加美 就是法老把那个梦 很仔细地跟约瑟讲 那个好的是那么好 坏的是那么坏 那最可怕的是 细弱的穗子 推了那七个加美的穗子 那他没有讲说 细弱的是一样细弱 大概他也讲不出来了 因为这实在太神奇了 或者他觉得七个瘦母牛 吃了七个肥母牛 还是一样瘦 已经足够把他的惊吓 表达出来了 我被这两个梦吓醒了 然后我把这个梦告诉了术士 各位可以回想到 尼泊甲尼撒的事情 就是做了噩梦 或者甚至各位可以回想到 您生活当中的事情 如果做了噩梦 很可怕的噩梦 吓醒了 而且连续做了两个 那是很稀奇的 那我们被噩梦吓醒了 也许身边跟自己的配偶讲一讲 也许跟父母讲一讲 那当时法老呢 就跟尼泊甲尼撒一样 就找术士 术士专门解梦的 埃及人 巴比伦人 我们甚至说 所有没有认识真神的人 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生活在迷信当中 也常常会觉得 这个恐惧和迷信 神明会借着一些征兆 来告诉我们 那我们基督徒 相信上帝独一的真神 在掌管一切 我们不去太讲究这些梦啊 或者特别的异象 但是圣经 既然说 神也可以借着 一梦一项来启示我们 虽然不多 我们曾经讲过 神启示过新约的约瑟 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 耶稣的降生 神一连用好几个梦 来告诉约瑟 告诉博士 那么但一里也有这样的情形 旧约的约瑟 或者是法老 也有这样的情形 然后我们又说 五旬节的时候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神要将他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老年人少年人 要做异梦异象 所以神借着梦 来告诉人事情 我们也不是全然排斥 只是我们更强调 圣经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在我们平常 理性 悟性 亲民的时候 用我们的逻辑 经验 推演的东西 或者是收集的东西 这我们最看重的 这种太多异象 异这个字本身就是少见的 少见的你就不能 少见有多怪了 就是太多把它看得很重要 好 我这个只是说 基督徒不排斥 神会借着这些 对异教徒 对其他的人讲话 但是那些梦 那些异象是什么意思 那只有属灵的人 才能解释了 而事实上我们在这里 也想到在启示录里面 你记得使徒约翰 看到在神的宝座里 有一本书 被七个印封起来 但没有人能打开那个书 打开那个印 使徒约翰就大哭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过 那个意思就是 那一本小册子是指人类的历史 没有人能够打开 没有人能够观看 是指没有人 可以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 不管你是多好的文学家 历史学家 多好的宗教学者 我们不靠着上帝 我们不能知道 个人 国家 民族 团体 那个命运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不说命运 我们就说 人类的历史 还有我们个人人生 有什么意思 那么照启示录讲 如果你不认识 这位真神的慈爱和怜悯 如果没有神的羔羊 把那个七个印打开 把人类的历史的意义 解开 也就是我们的意义 个人 国家 民族 团体 都在乎 认识 信靠这位 爱我们 救我们 造我们的上帝 人生是没有意思的 历史也没有意思 我们找不出任何的意义 现在 在 人类的历史里面 有一段小小的历史 那个小小的历史 就是 法老做了一个梦 他被这个梦吓醒了 这个梦 不是一个普通的梦 约瑟后来也有讲 是上帝在借着这个梦 告诉法老 那法老不知道什么意思 法老看到的就是 在梦里面只看到 很怪的现象 兽母牛 吃肥母牛 细的麦子 吞粗的麦子 吞了以后 吃了以后 还是一样 然后请素食来解释 素食能解释什么呢 各位 我们就想一下 你放轻松的心来 想说 有七只兽母牛 吃了七只肥母牛 你的解释会是什么 我的解释会是说 做这个梦的人饿死了 太饿了 肚子太饿了 想吃七只母牛 想吃七块大牛排 有一点像 鸡店在跟米店人 作战之前 他到米店的阵营里面 听到米店的兵士 做梦 梦见有个大麦饼 滚入了帐篷 我想 一个巨大的饼 滚到帐篷里面 大概也是 那个做梦的人 白天太饿了 希望有很多的饼 可以吃 我们最多能看到 这个现象 然后看到现象 吃了以后 仍然没有胖起来 那是什么呢 那表示 没有帮助嘛 是不是我们 从世界的眼睛来看 或者一般人 智慧来看 梦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意义 如果说梦 真的有意义 我们说日有所思夜 有所梦 或者我们像弗洛伊德说 可以从梦里面 想到你的前意识 下意识在想什么 可以找出你的 精神病的原因 可以找出你 为什么生活这么不快乐 我想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我们基督徒 当然单单相信圣经 但是我们也相信 神在人的理智 包括一般人的理智 甚至还有这些 特别的现象中 也在掌管 只是这需要有 属灵的人来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需要有圣灵来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否则我们就觉得 人生真的是 不管在梦中 在醒中 我们会觉得人生没有意思 受的苦 吃的 吃的好东西 或者是福气 到最后就真的好像梦一样 事实上梦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我们恐怕也不大知道 我不晓得 吃迷幻药的人 会不会也是 喜欢在现实的生活中 进入那个梦幻的世界里面 那当然我们宁愿 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现在法老做了梦 做了两个怪梦 那个怪梦没有人能解 那么他就把约瑟找来了 约瑟本来在监狱里面 那么大家都解不出来 有一个人就想到说 我以前在监狱里的时候 那个希伯来人可以解梦 就把约瑟叫来了 各位我们现在当然要听 这两个梦是什么意思 埃及的国王做了梦 梦见七只兽母牛 吃掉了七只肥母牛 七个瘦弱的麦子 吃掉了七个肥胖的麦子 但是吃完了以后 还是跟以前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不出什么意思 这个梦这么栩栩如生 又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们来听约瑟的讲法 合不合理 二十五节 约瑟对法老说 哎呀 当约瑟在对法老说的时候 各位 您得跟我一起想一想 约瑟这个时候是三十岁 约瑟受苦已经是十三年了 他十七岁的时候 被卖到这个地方来 做了好多年的奴隶 又在监狱 冤枉的被关了好多年 很痛苦 我们在这里很轻松的说 冤枉被关 我们在这里说 他做了好多年奴隶 好像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各位可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岁月特别难熬啊 包括你生病 包括你找不到工作 包括你婚姻家庭身体 或者你亲爱的人身体受苦 度日如年 约瑟受很多的苦 现在他突然从监狱里 被叫出来 说要帮法老解梦 那么我们当然知道 约瑟是能解梦的 我们也知道约瑟做过梦 我们知道约瑟最早的一组梦 就是他自己做的 然后第二组梦就是 他帮久正和善长 所解的那个梦 但是到底也只是 两组梦他解了一组梦 他的人生可以说也没有意义 有意义就是很多的痛苦 他是一个被父亲所宠爱的孩子 17岁的时候 突然被哥哥恶劣地对待 卖到埃及 然后就是真的像人生 像一场噩梦一样 这噩梦醒来没有 噩梦从来就是真实的 没有醒来没有 被叫在法老的面前 我不晓得他那个时候 是不是很紧张 因为现在要帮法老解梦了 解得好可能有荣华富贵 解不好可能要砍掉脑袋 也许约瑟很多的悲观 他已经不能够再想到说 我的生命还可能更坏吗 在我们的文学里面 包括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面 太多人生如梦了 太多黄粱衣梦 太多这种恶梦 蝴蝶梦 什么样的梦 什么样的梦 到底有什么意思 我还是要说 让我们信靠这位真实的 创造宇宙万物 又爱我们 又全能的主 让我们信靠他 我们会发现 人生的一切是真实 是喜悦 是有希望 是有爱的 有意义的 约瑟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 走到法老面前的 这一段路程里面 他是不是在拼命祷告 上帝帮助我 我们基督徒当然说 上帝是真实 因为上帝是真实 我们才相信 有一个真正被创造的世界 有一个真正 我们活在这里的世界 有一个真正 有历史的世界 这一切才有它的意义 如果真有上帝 上帝不会让万物 在无意义当中 被它玩弄 好像希腊神话里面 甚至连天神都不能管理 不能告诉我们 宇宙和人类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再一次回到 约瑟的现在的场景里面 他要解一个梦了 这个梦的确是跟约瑟有关系 跟法老有关系 跟埃及有关系 跟雅各有关系 但这既是放在圣经里的启示 我们知道也跟我们有关系 约瑟在听这个梦的时候 上帝的智慧在他的心里 开始发动了 事实上上帝的智慧 没有停止过 上帝的圣灵没有停止过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爱和 慈悲怜悯没有停止过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您不是基督徒 你根本不觉得有这个上帝在看顾你 您是基督徒 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我也不觉得上帝是真实 甚至我是牧师 我相信上帝是真实的 但是上帝现在在对我发怒 还是在对我施恩 我还有没有希望 我活得能不能更好 还是会随着我身体的衰老 越来越不好 随着我的工作的顺利 越来越好 很多时候凭着我自己的 聪明智慧肉身 我也不知道 事实上凭着我的聪明智慧肉身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的是真实的 但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 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就有那个力量 我们就有那个真实的 宇宙万物的主在我们心里 约瑟在听法老讲话的时候 圣灵感动他 让他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 不但是意思是什么他能知道 而且这个梦所启示出来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约瑟也能想得到 或者是上帝也让约瑟能想得到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看电视 看新闻 当我们行走的时候 当我们做最普通的事情 或者是最普通 或者非常惊人的事 911之类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我们能不能从那里 经验到被上帝的启示说 上帝在掌管 上帝是万有的主宰 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知道 神在任何一个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在掌管 在每个人身上都在掌管 使我们可以得到力量 自己有盼望 也给别人有盼望 所以在听法老讲这个梦的时候 各位真的好像 约瑟拿到一个考卷 一拿 哎呀我解得出来解不出来 哦比那个要严重的多 这个解得出来解不出来 不是关乎一个人考上大学 考不上大学的事 这甚至不是关乎他个人命运的事 这是关乎整个埃及命运的事 约瑟全家命运的事 如果我们把它应用的话 也关乎人类的事 就是全能的上帝 是不是在看顾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 约瑟应该很兴奋 上帝真的在感动他了 他的生命要改变了 他也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 这是几千年前的真实的事 今天也会改变我们每个人 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上帝永恒的话 他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他先说你给我两个题目 你做了两个梦 七母牛七岁子 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 之所以是两个出现的意思 我们等一下会讲 他说这两个是一个梦 他先对这个有问题的人 其实不是考试的人 法老不是在考试 法老是真的有问题 他是自己有问题 他是被他的梦考到了 法老你只有一个梦 只有一个问题 这个梦是一个大问题 是一个大困难 不过你不要担心 不是两个大困难 一个大困难 然后下面更是一个好消息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法老了 这个我们在单一里书也看到 上帝把要做的事 上帝把上帝要做的事 告诉了巴比伦王 告诉了单一里 告诉了圣经的读者 告诉了我们 但是神告诉了我们 告诉了我们的梦和问题 也告诉了我们答案和做法 那我们能不能够 好好的把这个答案来执行 那就求主联名我们了 包括在今天也是一样 神继续不断地 把他要做的事 把他已做的事 指示我们 这我们又想到说 神把过去他做的事 包括他创造万有 包括他管理人的历史 包括他拆遣 他的儿子到人间来 包括耶稣为我们死和复活 这都是过去的事告诉我们 现在他告诉我们什么 每天早上看新闻看到一些 那我们能从那里看到什么 上帝要指示我们的吗 如果你不敬畏上帝 你看不到 将来的事呢 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将来会有什么 但是如何应用在 我们现在身上 我们常常也非常莫名其妙 好 我认为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最少知道一件事 就能对过去 现在将来 对你现在的人生 有一个正确明确的道路可以走 就是你认识这位上帝的慈爱 他的全能 他的爱 他在十字架上爱 他在创造 在各样的事上爱 在现在 包括你在经历 生病 失业 失学 上帝在爱你 继续接受他的爱 上帝指示你的 就是这件事情 上帝在整个圣经里 整个宇宙里 指示我们一件事 就是要我们去信靠他 不要被任何事打倒了 也不要狂妄 也不要自大 也不要把你的信靠 投放在某一个主义领袖国家上面 放在上帝上面 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指示 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梦 看到什么样的新闻 上帝把他是掌权的主 拯救的主 指示我们 教我们去寻求 教我们去信靠 教我们去爱他 教我们去彼此相爱 我不是过分地讲 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约瑟做的正是这样的事 法老要做这样的事 他个人办不到 需要有约瑟的提醒 当然约瑟也是上帝指示才有的 二十六节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 七个好岁子也是七年 其实七只丑母牛 七只兽母牛 七只虚空干瘦的麦子 也是七年 都是七年 这梦是一个梦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 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胶的税子 也是七个 都是七个荒年 哎呀 我不太能够形容 约瑟在那里讲的时候 侃侃而谈 非常胸有成竹 非常稳重 非常流利 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点会 像说书的人一样卖关子 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想象 约瑟所表现出来的 真是Magnificent 真是优美极了 又是美好 又叫人佩服 有的时候你看到人的美好 你会嫉妒 有的时候你看到美好 你想破坏 有的时候你看到人的美好 你会羡慕 有的时候你看到美好 你会被感动 美好都是从上帝来的 但是那个被上帝使用的器皿 把那上帝的美好 表现出来的时候 让我们赞叹 让我们得安慰 我再一次说 有的时候看到 不管是NBA的美好 或者是电视的节目 或者是画 或者是书 或者是风景的美好 如果你不信靠上帝 还是会有一种虚空的感觉 或者嫉妒 或者把它破坏掉 如果你自己很不舒服 很不快乐 约瑟的美好 把这个梦的美好 解释出来了 他能把安慰带给人 把希望带给人 那就是我们的上帝 那也是这里的信息 虽然那七个美好的风年 不一定能带给人美好 如同七个恶劣的荒年 也不一定就带给我们恐怖 这个世界有苦难 但是信靠上帝 可以把苦难变成祝福 这个世界也有许多的幸福 但不信靠上帝 那些幸福 包括美丽 可以引起战争 包括丰富 可以引起别国的寄予 包括钱财 可以引起我们谋财害命的恶心 一切是美好的结果 或者是丑恶的结果 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 现在有七个美好的风年 用今天的话 七年国民经济成长 七年股票上涨 七年你薪水天天涨 每一个月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十 随便你怎么加 反正七年七个美好的风年 然后有七个虚空的年岁 这都是七个风年 七个荒年 你说这七个风年 荒年是什么 如果你再去想那个意思 已经可以想到那个意思了 就是风年把荒年吃掉了 风年被荒年吃掉了 风年不会吃掉荒年 荒年会吃掉风年 哎呀 这是我们人生的悲哀 这个人生一切的事情 不管结局怎么样 我们常常说 最后的结局是决定一切嘛 你一场足球赛 你先赢了多少 输了多少 统统不重要 最后在笛声响的那个时候 你赢了 那才重要啊 人生一切不都是这样吗 最后那个时候 裁判说时间到了 那个时候是赢是输 你才能决定你是赢是输嘛 问题是裁判 哨子吹响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奥运结束的时候 是你结婚的时候 是你金榜提名的时候 各位恐怕有一点 你不能不承认 哨子吹响的时候 如果是指我们死的时候 那我们人生就是输 你前面不管赢了多少 到最后都是输了 那如果照我们基督徒讲的 人生死不就是死 还有最后的审判 还有上帝的称义 还有上帝给我们祝福 那最后的哨子的响 对基督徒来讲 就不但不是死亡 反而是一个绝大的祝福了 好 如果在哨子响的时候 是祝福 那我们也可以说 在整个的这场比赛当中 或者整个这场人生的 这场戏当中 不管你说是比赛 或者说戏 或者说战争 或者说任何东西 那都可以是一个 惊险刺激 又享受的祝福 虽然有的时候高 有的时候低 七个疯年 七个荒年 疯年从人生来看 从这个梦来看 敌不过荒年 从你我的人生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不是信主的基督徒 不是对上帝有信心的基督徒 我也会说 人生真的好多的空虚和悲苦 而且到最后空虚和悲苦 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哎呀 我们难过的是这个 但是如果你信靠主 不仅在永恒的将来 不会悲苦 在现实你也可以得胜 上帝把他要做的事 显明给法老了 会有七风七荒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疯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在埃及地 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这是埃及哦 这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 在历史上曾经经历的事 恐怕这是每一个国家民族 都经历的事 可能有七年的封年 可能有七百年的封年 希腊有多久的黄金时代 罗马有多久的黄金时代 中国有多久的黄金时代 都会过去 最后是悲哀 但是信靠上帝 可以败布 死里复活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的信靠上帝 我们的信靠上帝 因为学会比处 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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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信靠上帝 是 我们的信靠上帝